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讲解的是 画图的一个题目 他说 第二题描绘 y 等于 2x 跟 y 等于 3x 的图形 然后呢 在比较 或者的 倾斜程度比较大 这个画图其实非常的容易 我们在国中就学过了 所以 y 等于 2x 的话 其实你可以知道说 他一定通过 0 0 然后当 x 等于 1 的时候 y 等于 2 好 所以你就可以画出这个图形 还有这个呢 他也会通过 0 0 然后 x 等于 1 的时候 y 等于 3 所以一个是 0 0 然后 1 等于 2 画起来是 y 等于 2x 然后一个是 0 0 1 3 0 0 1 等于 1 等于 3 这个点呢 是 1 等于 3 然后把它画起来就是 y 等于 3x 好 那由这个图形很明显的 这 y 等于 3x 它的倾斜程度是比较大的 那 y 等于 2x 倾斜程度是稍微小一点 好 这样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呢 嗯